小1啦,反正這個地方改成2吧,加等2嘛 他累加,本來1,然後加了2,那變3 一直到什麼,小199,1也一樣 或者剛剛那個3的倍數,你也可以改得出來 OK,那再來的話呢,就把99乘法表拿來改 那怎麼改,一樣把它copy一下,把它貼上好了 這邊前面再加一個畫友版本 也許這個,這個版本的話是畫友的版本 那改的方法,照我們剛剛的方法,其實很快就可以改出來 改的方法的話,基本上第一個 這個畫友版本,99乘法表,在這裡 那1的話,先改這個,再改這個 改的方法,1這個地方,先把它改壞 2的話呢,就是在上面加一個初始值 什麼的初始值,I的初始值 所以當I,等於預測值,1開始 所以實際上就這個啦 OK,然後後面的話呢,就是什麼 I,當它什麼時候結束 當它什麼時候會進到迴圈 當它如果是小於10的時候會進入迴圈 對不對,這樣就OK了 那記得最後一定要一個步進 所以這邊的話呢,在哪裡步進 一定要在迴圈裡面喔,一定要加一個什麼 I,加等於1,這樣 或I等於I加1都可以啦 這樣的話,把它執行一下 OK,改完了,然後把它run一下 基本上,當然你如果改一個,可不可以 對,可以啦 反正,結果一定也是OK的 另外追的改法也一樣 所以這邊的話,是改一個壞喔 有沒有,1,2的話呢 還是一樣,在它上面一行 把它改個追 所以它基本上有一個固定的改法 應該可以知道啦 所以我大概就先 只要照著這樣做 應該基本上不太會出錯 OK,然後在它這個迴圈裡面 當它print完之後一樣 J,加等於1 加等於1 OK,好,改完了 直接指形狀一下 應該也會是一模一樣才對 有沒有,一模一樣 OK,不過你會發現 它如果寫4的話,跟寫壞 好像相對壞,我看起來就覺得 整個就不是很舒服 OK,為什麼 因為程式就是比較多 有沒有,我們把它打開這個 4,壞喔 對,你會選哪一個 好,兩個看起來真的 還是覺得4真的清爽多了吧 OK,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用4回圈 主要的原因在這裡 OK,所以 當然沒有絕對啦 只是說我覺得用5回圈 寫起來就感覺 看起來就是讓人家有點 不是很舒服的感覺 那這個部分的話 後面,只要剛剛4回圈有做過練習 請各位就自行再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三個地方 那後面的話 我們就要來做其他的練習題 因為你們現在學的這些 應該就足夠把一個問題給解決出來 哪一個問題呢? 後面有一個叫判斷直數 OK,判斷直數我程式先遮起來 OK,執行一下 請輸入一個整 直數應該知道吧 就是除了1和自己本身以外 如果不能被他1到那個他中間那些值 其他值整除的話 整除就是person等於0的話 那他就是一個直數 反之就不是 OK,所以我今天假如書 我今天要寫一個程式 如果我第一個input 給他一個數字56 然後enter之後的話 告訴我這個數字是否為直數 enter 不是直數 OK,那如果判斷我看有沒有比較 53應該是吧 enter 是直數 OK,就是這樣 這麼簡單的一個程式 請各位試試看 有沒有辦法把它寫出來 也是一樣 沒有標準答案 你不一定說一定要看我的答案 才是正確答案 你寫出來說不定更好 OK,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而且這個判斷直數 這個題目其實 蠻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很多書裡面也喜歡用這個範例 另外 我記得這個也是證照考試的一個題目 好像是 軟體設計的題目裡面 也是考類似的題目 所以其實這題的話呢 可以想想看 也就除了1 最避開1 範圍 所以這個應該理論上是一個範圍 所以你可以用for回圈 然後呢 從從 避開1 2 如果 那個數字能夠 person 這個 你 那個 你輸入那個詞之後 如果能夠 假設等於0的話 能夠成 那就是相對它就不是直數了 反之就是直數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可以試試看 怎麼做會比較簡單 哦 好 謝謝 那 你